欢迎收看金融马拉雷的节目 好 那我们今天指数是一整天都在盘下 那我们今天开盘指数就开低 然后今天一直维持在盘下震荡 好 看到今天大盘是开盘的时候就以低盘开出 好 那今天震荡幅度其实还蛮小的 那就这么小的一个瑕妇的区间 好 那指数在今天12点多的时候 那么见到低点之后开始慢慢往上 不过中场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很小的幅度之内 那收盘是跌48点 好 933亿的成交量 好 那么指数间幅度是非常小 那么K线上面也是一个小小的K方 好 所以指数上来之后 今天就维持在这边震荡 那这附近也就是月线跟季线汇集的地方 好 所以短线上面下来碰到季线以后收缴 那上去之后也震荡一下 好 所以当然今天指数拉回跟最近这两天 亚洲股市震荡比较大有些关系 所以有些消息面的影响 不过讲到指数当然就先讲到全指股 好 所以先来看看那么今天的台积电 好 所以今天台积电其实收盘说是上来的 那其实今天幅度下跌幅度也很小 那其实台积电最近虽然有些纷纷扰扰 好 不过你可以看到 那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上升的轨道 好 所以那从这里来看的话 事实上地点也不多 所以对指数帮助也比较大 那再来重点就是说 最近营收陆陆续续在公布之中 好 所以那同时也是正式进入第三季 好 所以第三季好的股票还是要把握 只是说在短线上有时候震荡的时候呢 那么有时候反应会慢一点点 就是说那有时候营收好的股票 它不一定当天找 它可能隔一两天再找 这是因为短线格很盛行 所以有时候创新高有时候就会拉回一下 但是回过头来后面还是要创新高 这就因为最近这两天短线格很盛行 好 所以讲到营收的话 当然就讲到郁金光 其实郁金光的营收是还不错的营收 那但是也不算是最好最好的营收 因为后面还会更好 好 所以看到今天 其实今天早上有创新高 来 452块钱 好 创新高 那创新高震荡一下 对 震荡一下 那因为最近短线格很盛行啊 所以创新高每次就回一下 但是回一下以后马上又上去 所以这时间拉回时间都很短 好 因为呢 那么早上四五二创新高嘛 那最近 对不对 很多短线格啊 那所以创新高的时候 有人先这个短线格先下车一下 好 但是下来很快就会被接走 其实最近这个在盘面上常常会这样走 大概利多有时候不会当天反应 有时候都是第二天或隔天 好 才会开始反应 因为第一天利多创新高的时候 那通常大咖也是等低接 他们也是等创新高拉回一下说再见 好 那么短线格有时候就先走一趟 所以短线就这样 不过话说回来 那种幅度其实都是非常小了 好 怎么说呢 你看上次他创新高做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意思 有没有 这是四四六创新高 对 四四六创新高 那四四八创新高 有没有 创新高以后拉回 那拉回你不要觉得 这个拉回有多少 其实就真的很少 因为拉回 有没有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拉回的时候我跟你讲 要把握买点嘛 对 要把握买点啊 那很快就上去了 有没有 很快就上去了 对吧 就开始往上了 然后又准备创新高 对吧 又继续上了 那今天又创新高 对吧 四五创新高 所以今天四五创新高 所以预计拉回就是 今天创新高拉回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那明天就要在这往上 后面还是要创新高 对吧 因为 因为业绩还是最主要的嘛 还是最主要的东西 那么营收 8.58亿 那比上个月成长22% 那比去年同期 成长46% 好 所以幅度其实 其实幅度算是很大 因为大力光也没有成长嘛 对吧 六月其实还不是最强拉回的时候 但是呢 第三季就会很大 所以七月份 八月份都非常非常强 都会非常强 那所以这样的话 当然六月研修公布就创新高 那创新高也会拉回一下 那拉回你就把握地点了 因为七月还要在创新高 还要有更大的力多在后面 后面业绩还会更好 对吧 那么 来 六月份是8.58亿 那七月的数字呢 就会上看12到13亿 那八月的数字 又会比七月更高 会远大于12到13亿 还会继续创新高 所以其实 这到最后 结果就是第三季大增长 就是第三季大增长 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后镜头开始出货 对吧 因为后镜头开始出货 这是以前没有的新东西 那也是很重要的突破 这是技术能力已经达到新的境界 所以其实他今年拿到的新的认证也相当多 新开的案子也多 那这就是因为技术能力上有新的 所以才要扩长 对不对 18亿的扩长不是小数字 非常强的扩长 那这么大的扩长 而且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扩长 所以这很清楚嘛 对不对 因为第三季大好 后面也是 后面也是好啊 那新的订单都出来了 而且新订单还是 不只是 对不对 苹果的前镜头 还有苹果的后镜头 那后镜头 其实那一条其实就足够 让它长线大涨了 其实这一条就足够了 因为一个后镜头就等于三个前镜头嘛 对不对 再加上它的ASP也高 对不对 而且就行东西 所以前镜头多拿 后镜头也增加 而后镜头可能还不止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爆发力当然大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扩长就是这样 18.1的扩长不是1亿8的扩长 这扩长规模是非常大 就是因为 对不对 已经掌握很多东西 如果你是老板也是这样吧 对不对 掌握很多东西 你才会这样扩长嘛 对不对 因为今年大陆也增加 大陆这边也增加嘛 所以创新高稍微拉回一下 那跟上次就一样了 其实没有什么低点啦 创新高就把握了 对不对 你当然不是在 今天早上创新高下去买嘛 但是呢 拉回你就一定要把握 那就这一两天而已 然后再来就要创新高 因为你接下来就要反映 7月份的营收了嘛 再来就要反映7月的东西啦 对不对 今天其实 有没有反映6月 6月其实 其实6月也强啊 但是7月又更强 所以你如果从现在来看 后面还有更大的利多 7月营收的利多 8月营收的利多 后面还有一堆利多在后面 所以今天不过就是短线客下车 就这样子而已啊 不过我常觉得短线客下车 其实不是坏事 真的不是坏事 短线客下车有时候 就是下车以后就更强 走得又更强 因为那就是筹码 轻过一次啊 轻过一次当然更好啊 你后面要走大段的股票 你当然要这样啊 对不对 轻一下筹码 轻完后再上 所以今天短线客下车 我觉得也非常好 那反正今天创新高嘛 那创新高的话你就把握 我觉得可能明天就买点了 所以一定要把握 来 其实好的东西还是会 还是会往上面去 还是会往上面去表现啊 还是会一路创新高啊 你看今天红杰客 他也一样创新高 今天也才创新高 对不对 红杰客他也不是没有回过 他也不是没有整理过啊 但是他每次甩了一下以后就上去嘛 甩了一下以后就上去啊 那这种短线上面的短线客下车都是 都是可以让他走更远的啊 因为筹码就更干净嘛 那再来换过手后当然更强啊 所以我就想说 有时候短线客下车不是坏事 对不对 因为本来短线客他们就 不见得会赚到大钱啊 大部分短线客都没有办法赚大钱啊 那所以就是因为 洗以后还会上去嘛 所以这个很正常啊 对那话说回来 今天红杰客也是一样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创新稿 创新稿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任何买的人都赚 对你任何买的人都可以赚钱 对全部都获利啊 全部都在获利啊 全部都可以打赚 所以还是要反映基本面 对不对 第三一强的东西嘛 那第三一强的东西当然 5G基地台 然后还有新的手机 对不对 5G基地台 今年就十几万台 那这个说起来已经比进度增加很快了 但明年是60万以上 那甚至上看100 速度快的话可能就是100万个 那速度慢一点的话 也会有60万个基地台以上 那今年十几万的基地台 其实只是开始而已 对不对 今年十几万基地台 就是在今年第三季到第四季会出来的利多嘛 我讲的利多是营收 对不对 这些会反映在营收上面 这个是今年第一波 那到明年的时候 又变今年好几倍 又变今年好几倍嘛 然后明年5G手机一定更多 一定会更多啊 其实现在很多新机种出来的都已经配有5G的东西了 都已经把5G的都算进去了 都已经准备要把它搭进去了 那明年就更多嘛 那明年5G都进出来的时候 5G的需求也很大 因为需求就很强嘛 所以那种需求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就一层一层上去嘛 对不对 先是5G基地台 5G基地台 因为它就比4G基地台要多 对不对 因为它那个范围很小嘛 范围小用的基地台多嘛 再加上这一次的基地台的东西又不太一样 有没有 它一些东西有改变啊 里面有些设计有改变 那所以第一个 PA的用量就会变多 这第一个利多嘛 那到后面的时候 明年又要再增加几倍的基地台出来 这是第二个利多嘛 那再来这么多基地台要做什么 就是5G手机嘛 5G手机就多两倍 需求多两倍 所以每次甩完胶以后就上去 有没有 创新高 创新高创新下以后上去 上去后创新高 那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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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创新高就上去 对不对 就是创新高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反应基本面啦 那么第三季 也计程量很大 第三季真的幅度也是非常强啊 这爆发力都很大 所以我说有时候这两天 当指数在拉回或者是在整理的时候 个股有时候难免会震荡一下 但我觉得要赚大钱的人 其实你就是锁定好 你就锁定好啊 你就锁定好就对了 因为很多股票要走一大段的 他买点不会走一次 他买点不会走一次 他也不会每天都在涨 他偶尔也会拉回啊 那趁着盘回的时候 有时候就洗一下 对就换个手啊 那换手的时候做什么 当然就是买啊 当然就是找买点嘛 当然就找买点啊 因为后面都利多等在后面嘛 像红杰克第三季就是五成 成长五成以上 对 郁金光七月份就是大好 比六月还要好很多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短线课想说 六月 对不对 营收非常强 短线先出一趟 有些短线课会这样啊 他当利多出境啊 但是他不知道后面 还有更大的利多在后面 那你怎么会有抵挡 你就短线上面一天而已啊 你就拉回一下下而已啊 拉回一下之后后面就要准备 反映后面更大的利多 那是不是还要创新高 不过其实这样子的话 对大家来说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啊 因为你反而就可以多赚嘛 对不对 股票 要大涨的股票 对不对 就怕它不拉回 对不对 它有震荡的时候 都是很好的买点 更何况这个还是创新高 拉回耶 所以其实今天 红杰克是创新高 那么郁金光也创新高 那创新高 我刚刚已经讲到了 对不对 就把握这两天 我觉得买点就这两天了 所以还没有跟上的人 想要赚大钱的人 就记得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盘面上面的话 我觉得重点不是在短线上面 有时候你看到的 涨一点或跌一点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股票有突破 对不对 什么股票有新的东西 有爆发性的成长 什么股票后面 有大涨的空间 好我们来看看 科研 科研六月的营收 也非常强 六月的营收创新高 年增154% 月增56% 其实它成长幅度非常大 那么成长这么大的 它的毛利是高达65个百分点 所以六月的获利 也会大成长 那六月的获利大成长 然后后面还会更强 因为下半年 五个国家的销售许可 都会陆续到手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基本面真的变好 基本面真的有利多 对不对 人家营收就已经在创新高了 而且毛利还是65% 不是说那个5%毛利率的 5%毛利率营收增加 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问题是营收增加这么多 毛利65% 你会算就知道 那个单月的获利会差很多 数字会差很多 那下半年还有一堆利多 因为下半年 有没有 五个国家的销售许可 对不对 还有新厂 第四季要投产 讲到这个新厂 就真的不是一点点而已 这是非常大规模的过场 因为旧厂的产能是150万剂 但是新厂的产能是1200万剂 而且几乎是一次就到位 几乎一次就到位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其实就是讲的嘛 刚刚讲到的 五个国家的东西都陆续要到位了 都陆续要到位了嘛 新的合约已经签了嘛 这时间都算得出来啦 时间都算得出来啦 需求也算得出来啦 有一些还有签保障合约嘛 所以量也算得出来嘛 所以新厂为什么一次这么多 对不对 就是因为后面东西很多啊 那这还不增加一点点 150 1200万 而且还不是说要崩很久很久 就几乎一次就到位 所以 这就要进入爆发期了嘛 这讲的讲解很简单啊 对不对 这表示意思就要进入爆发期了 因为新的东西就要陆续来了嘛 对不对 新的消购许可也已经要来了 然后营收已经开始动了 那营收已经在创新高了 而且65%的毛利率 这营收一旦冲起来 对不对 后面的东西 新东西一旦进来的时候 那贡献都会很大 65%毛利率的东西 营收上来说 获利是增加很快的 那增加非常快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法人很重视毛利率 因为毛利率强的东西 它获利只要一起飞 之后就会让你看到续创新高 所以还没有跟上朋友记得要跟上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前涨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前涨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那么我想 后面第三季有些股票空间是很大 所以其实都事前讲在前面了 那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续创新高 好 所以那么涨价当然是 一个非常好获利的东西 对不对 涨价的股票其实都最好赚的 尤其是刚刚要开始涨价的时候 是最好赚的时候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个空间最大嘛 对不对 在起涨点嘛 那再来效应也会最大 对不对 因为一开始涨价的时候 对不对 因为股价在低档 它最容易分出 好 所以就公开跟大家讲 而且邀请你了 对不对 你有一起来的话 你当然很自然的 就可以直接上车了 那我想你所有有上车的人 也都可以赚钱 虽然说你说一间直数跌 其实不只一间直数跌嘛 对 昨天直数也跌 不过我想最近这几天 还是可以很轻松地赚 那涨价效应就要开始了 所以一开始就跟你讲 对不对 那么想要马上赚钱的朋友 那么第三季新的标股 对不对 涨价的股票又是最好赚的 所以新的涨价概念股 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也待你都买好 然后一起赚钱 好 这是微钢 那么越走越高 那么大涨3块1 以40几块的股票来说 那幅度算很大 对不对 它才45块左右而已 每个人都可以买 每个人都可以买 涨价的效应才刚刚要开始 才刚刚开始而已 好 那么礼拜五上去 礼拜一也上去 昨天直数跌 对不对 一样涨 准备要再创新高 那今天一样大涨 51块6毛钱今天再创新高 对不对 再创新高 这三天指数没有涨 对不对 但是我就跟你讲 很好 其实我觉得有些股票是值得 值得你特别追踪 值得你一起来把握 更值得你一起赚 因为这是几年才有一次的循环 每一次 每一次涨价的效应 它都是一大段 应该说它都是 一次就走一大段 几年哪一次 大概三四年一次的循环 对不对 每一次上去 都是倍数以上 每一次上去都是那种 可以很痛快直接赚钱 都可以赚很多 对不对 上一次也是这样 就走到九十几块 再上一次也是这样 也是走到九十几 再上一次呢 走到一百零几 对不对 每一次都是到一百千后 对不对 三年一次 每一次到最后都大涨 而且空间都超大 那也不是说 延长三天之后 我才告诉你 一开始就跟你讲 而且我只带你先买好 就已经先跟你说 涨价效应就要开始了 那涨价效应本来就最好赚了 本来就最容易赚钱了 涨价股票最好赚了 这你也不是第一次知道吗 对不对 从以前到现在 都这样子啊 这几年好几次涨价的股票 可以赚大钱的啊 那个每次一上来都是很大 都可以赚很多嘛 来 那么上游减产 那需求会往上 那所以效益已经要出来了 已经要出来了 其实第二季的跌幅就已经缩小了啦 第二季的报价跌幅就已经缩小了 现在准备要开始涨价了 对不对 那三星带头说要涨价 那三星说它涨10% 美光说也可能 对不对 所以那因为工区就改变了嘛 一个下一个上 对不对 一个下一个上嘛 那价格当然要上 所以三星会这样讲也不是没道理啊 那自己算算也知道啊 对不对 现在这个时候炙手可热啊 会开始越来越强啊 而且后面又要进入旺季啊 后面又要进入旺季嘛 所以涨价效应就要开始发酵了 有没有 连续三天 连三天大涨 你第一天买的人可以赚 第二天买的人也可以赚 对不对 今天一样又创新高 而且你还越少买越好 那每个人都可以买的 这个也事前讲啊 百分之百没错嘛 对不对 四十几块每个人都可以买 四十五块多也很好买 有量有价 对随便要赚多少都有 重点是在刚开始而已 对不对 那我想 当然三星今天是先放了风生了啦 所以它可能要涨个10% 那美光 如果三星真的涨 我看美光也要更近 对是一样要涨 所以事前跟大家讲的 有没有 这个很容易就串一大段了啦 这个你短线上面很容易就可以直接赚钱啦 事实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把握好股票就对了 把握好的股票 那回来看看这个 苹果独家天线订单 一样是创新高 对不对 七月开始大爆发 那这个也跟你说一定要把握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六月营收马上就要公布完毕 接下来就会反映七月的营收 所以七月要暴冲的股票 当然就最强啦 而且还是独家的东西啦 还是独家订单 那么七月开始爆发 很快就往上 所以我说 现在其实就会把握好股票买点啦 现在就是这样子啦 对不对 趁这两天盘震荡的时候 就把第三期好的股票 七月份要爆发的股票 把它好好的锁定起来 然后一次赚大钱 对不对 因为六月的营收我觉得 在这两天大概也就陆续反映完了啦 再来就是要反映七月份啦 那七月份的营收的话 当然七月好的一定是大好嘛 如果七月好八月好 那等于什么 等于第三期几乎就是要好 对不对 第三期的财报可能也是要很好 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容易会打仗 对不对 因为七月份是第三期的第一个月 那七月好八月好的 对不对 九月也不错的 这种第三期的财报 就表示第三期是黑马 那我们股价什么都涨 现在就该涨 所以我就说要把握好 指数是没走那么快 指数慢慢走也没什么不好 但重点是 该把握的股票就要把握 来独家天线订单 那么七月开始 就是爆发了 所以今天一样非常非常强 那我想反正你就要把握 直接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 178是最好啊 对不对 因为178是直接就到年底去了 现在才多久啊 现在才七月初而已 那七月份 有七八月大好的股票 要爆发的股票 对不对 有第三期财报大好的股票 有第三期新题材的股票 其实反正呢 到年底是绝对够你赚的 所以178的年纪自己把握了 因为它 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优惠啦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把握 除非你不想赚钱 那就可惜了嘛 不过我跟你讲 行情有时候 要赚的时候 一赚是很快啦 所以其实也不用想太多 你就把好股票锁定就对了 要爆发的股票 你就等利多就对了 反正锁定好 一起来赚大家钱 来178到年底 欢迎大家一起来赞予 也如大家操作胜利 明天见 谢谢